我可以跟大家預測 就既然是目前川普的民調領先的話 我覺得在9月份 是很有可能會進行一個降息 因為對這拜登的選情有利 川普也一直要求要降息 2019年當時川普還在任的時候的報紙 當時你看川普頻頻施壓要求降息 可能未來的聯組會裡面 就會受到川普很大的壓力 好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川普跟拜登呢 兩個在科技產業上面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個可能對臺灣有非常大的關係 大家好我是黃世聰 感謝您收看聰明理財大小事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歡迎你鎖定品觀點的YouTube頻道 不要忘記要按讚 訂閱 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隨時鎖定的話可以獲得最新 最有觀點的財經資訊 大家好我是黃世聰 歡迎收看本週的聰明理財大小事 那我相信呢本週最重要的消息 當然毫無疑問是 多末的時候的預期的川普 那目前為止來說 川普已經獲得了這個共和黨的提名 而且他也提名了這個范斯 二亥二州的參議員擔任 他的這個副總統候選人 看起來的話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他們兩個很有可能會變成是 下一屆的美國的正副總統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為大家稍微來解說一下 川普的財經政策 當然對我們投資人來講的話最重要的就是 他怎麼去想未來的一件事情 這一次的遇刺呢 因為曾經說過一句話叫做 打不死的將更加強大 所以看起來的話川普現在整個的氣勢 或是說跟拜登兩個人之間的選情 已經拉開了 這一次的造勢大會的預測呢 已經變成是經典的這個畫面 那目前為止民調的這個持續的領先 但是呢他上任之後到底會有 怎麼樣具體的變化呢 第一個就是相對於目前的 拜登的政策來說的話 他恐怕會更加的強硬 對中國的這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就是聯準會 因為我們知道聯準會是影響整個美國的貨幣政策 那他呢對聯準會的影響力會更大 相對於拜登呢 對聯準會是比較採取的尊重的這個政策 其實川普在過去一段時間 曾常常對聯準會是比手畫腳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可能會跟過去略為不同 另外一個跟拜登比較不一樣 就是包括說像晶片法案 還有減稅政策等等的不一樣 這個可能是兩個人比較大的差異 那這個會對台灣也有影響 但是呢我必須給他做一個結論 在禮拜一的這個美股 在他發生槍擊事件之後呢 美股並沒有出現下跌 也就是說其實以他的經濟政策 跟這個股市的這個方面來說 他相對於拜登都更加重視 所以其實對於股市或是經濟政策來說 我覺得影響其實並不會太大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他這一次預測的在 這個美聯社所拍的這張照片 就是他在新條期下面 規矩的這個Fight Fight Fight的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目前為止已經變成了 是他整個造勢場合的最大的利多 那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這張照片已經被美國 比喻成類似是像二次大戰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血戰硫磺島 美國一些士兵呢 舉起美國國旗這樣的一個象徵 事實上在美國他現在已經變成是 全美國大家都想要團結在他之下 因為我知道美國他們蠻重視所謂的宗教 那宗教裡面來說有一個叫做天選之人 Chosen One 川普在整個鏡頭前的表現 包括說他沒有很慌亂 然後甚至他還會做出這樣一個臨場反應 這個其實讓很多美國人呢 已經徹底的折服在他的這個冷靜 跟他的這個所謂的鐵血的感覺之下 就連原本其實沒有那麼喜歡他的 很多人都出現了不一樣的這個情形 那也因為川普險遭刺殺 所以現在整個這個大選的格局呢 已經出現了非常明顯的這個變化 目前為止拜登是陷入一個比較被動的局面 他現在要攻擊川普也不是 因為他沒辦法攻擊川普 因為川普才剛遇刺 那你要怎麼去攻擊他 那尤其是川普現在他也說 我也不要攻擊拜登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對於民調處於落後的一方的拜登呢 他就顯得相當的不知道怎麼去打這一場選戰 因為經歷過這一次的這個暗殺事件之後呢 目前民主黨內也沒有所謂要換拜登的聲浪 因為說真的以目前為止川普的氣勢來說的話 你可能誰選呢 都沒辦法選贏這個川普的一個局面 有很多人已經說進入所謂的垃圾時間了 但是我覺得未必是進入垃圾時間 但是選情對於川普有利 這是顯然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事實的 那尤其是因為他遇襲沒有成功之後呢 事實上在美國的商界 已經出現了非常不一樣的這個氣氛 第一個在他遇襲的這個狀況之下呢 伊隆馬斯克馬上第一個就出來說 我挺川普選2024 那事實上伊隆馬斯克本來就是這一屆 川普非常大的金主 他已經捐了好幾千萬的美金給川普 那尤其他很希望說川普在未來的 包括說像在能源車的政策等等 他可以有不一樣跟拜登不一樣的做法 所以他跟這個川普非常好 這是事實 而且他在X上面來說的話 也多次的讚揚川普 第二個是艾克曼 艾克曼是誰呢 事實上如果大家去Google一下 他其實是這個華爾街或是西谷 非常知名的一個算是創投家 那他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 因為川普當時有所謂的 國會山莊的暴力事件 他曾經說過 他說你川普應該要辭職 而且你應該要下台要道歉 但沒想到他現在是公開挺川普 競選2024年的總統 所以你看到其實這兩個 這個一個分別代表產業界 一個代表所謂的金融圈 兩個人都出來挺這個川普 這個是不太一樣的這個氣氛 另外一個就是貝佐斯 貝佐斯他其實是亞馬遜的創辦人 那他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他跟川普其實兩個並不是那麼的搭 貝佐斯前幾年買下了華盛頓郵報 那結果沒想到川普就批評他 因為華盛頓郵報在多次曾經都有 批評川普這樣一件事 那川普就回擊他說 你這個是所謂遊說者的報紙 所以他等於是說貝佐斯跟川普 兩個人是不搭的 就這一次你看貝佐斯在X 已經有9個月沒有發文 他這次發文說什麼 他說川普在槍火下 展現極大的勇氣和風度 所以你看他對他的這個狀況 也是蠻折腐的一個情形 美國的政界來說 本來這個領先者就是川普 那另外一個 現在連美國的財經圈 連美國的金融圈 都已經慢慢的開始導向這個川普 所以現在整個風潮已起 起義來歸或是那個氣勢已經 上仰這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關注 那川普接下來會怎麼去做 他接下來的財經政策 第一個當然美國的財經人物裡面 最重要的是兩個 一個是聯準會的主席 另外一個是財政部長 那聯準會主席 當然目前為止還是繼續會是鮑爾 那鮑爾我們不要忘記 他其實是川普所提名的候選人 只是說他在川普任期後面的時候 他跟鮑爾處得不是很愉快 那他上台之後會不會鮑爾任期到 會不會把他fire 這個當然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看的是財政部長 那我們現在看的這一位就是 前美國的貿易代表 在萊特希澤 好那他事實上在上一屆 是擔任所謂美國的貿易代表 他主要做的事情是跟 中國達成的貿易協定 2019年開始 是美中開始打貿易戰之後 他主要負責的就是對中談判的部分 那後來果然也跟 中國達成了貿易協定 只是說中國當然沒有執行的 非常透徹 但是他現在可能會回鍋擔任 下任的財政部長 關乎美國的所有的財政政策 包括說像美元的匯率 或者說像美債的發行 美國的稅率的問題 這個部分來說 可能就他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現在拜登的財政部長是葉倫 那葉倫某種程度來說他被認為是比較親中派 但是如果下一任的財政部長是 川普上台的時候是由萊特希澤來擔任 他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大鷹派 對中國方面 尤其是他在這幾年 他寫了一本叫做 沒有貿易是自由的 也就是說他認為呢 很多貿易當然牽扯到非常多國家利益 所以關稅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武器 所以他一旦上任之後 這個對中國來說呢 真的是一個皮皮刺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美國進行的共和黨的代表大會裡面 他們還要制定接下來的黨綱 這個美國每一個黨的黨綱 他們並不是像我們台灣 譬如說國民黨有國民黨的黨綱 民進黨有民進黨的黨綱 這個都是綱性 就是寫在好像類似憲法這樣子 但是其實上 美國的共和黨跟這個民主黨 他們是柔性政黨 就是他們平常呢 就是沒有什麼黨組織 那每年的黨綱可以因應 他們現在要選舉有不一樣的做法 那今年的這個最新的黨綱裡面來說 他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對中國持續的強硬 另外一個他們決定要取消 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那最惠國待遇就是給他一些關稅的優惠啦 或是說一些所謂政策上的優惠 這個部分可能在川普上台之後 會把他拿掉 因為既然寫入了這個今年2024的競選黨綱了之後 這個可能就是美國的包括說像 你當選的參眾議員或是說當選的政府總統都要遵行的這一項的黨綱 那黨綱就這樣寫了 那當然毫無疑問對中國的強硬態度 那是不言可喻的一個狀況 好另外一個就是總結到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當然是壓力最大 一個是財政部長 另外是黨綱裡面都寫得非常清楚 再來就是說美國的川普總統 或是說美國的這個新任的 他提名的犯司呢 事實上對中國也都相當強硬 事實上這位美國的副總統候選人呢 他曾經在軍校唸書那也從軍過貧苦出身 所以他對中國應該不是一個好的態度 現在美國的政府總統的 共和黨的參選人還有財政部長 可能都對中國相當強硬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除了對中國強硬之外 另外重點就是聯準會的態度 目前為止 鮑爾其實有相當大的這個揮灑空間 我可以跟大家預測就既然是 目前為川普的這個民調領先的話 我覺得在9月份呢 是很有可能會進行一個降息 就是鮑爾會進行降息 因為對這拜登的選情有利 川普也一直要求要降息 2019年當時川普還在任的時候的報紙 你可以看到說當時你看 川普頻頻施壓要求降息 對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 他的態度他會主動去 表達他對這個貨幣政策的一些想法 那這個部分來說可能未來的 聯準會裡面就會受到川普很大的壓力 好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川普跟拜登呢 兩個在科技產業上面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個可能對台灣有非常大的關係 拜登有所謂的拜登經濟學 他主要就是在發展美國的本土的晶片製造 所以他有所謂的晶片法案的2.0 以補貼為主然後減稅為輔的一個政策 但是這個其實跟川普是不一樣的 川普反而他是說呢我是減稅 但是我不要晶片的補助 所以兩個人有非常大的明顯的這個不同 那另外對中國的政策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拜登是對中國採取關稅 然後他是區域性的防止中國的科技發展 就是小院高牆 就是我鎖定幾個 譬如說像高階晶片 AI等等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但是川普是主張全面脫鉤 是說你什麼科技都不要給我 我要跟中國完全切開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目前為止拜登最中國科技的限制 還相對於川普來說 川普可能會做得更加決絕 會要求全面跟中國脫鉤 那這個部分就會影響到台灣 因為台灣目前為止 我們還跟中國的產業界 有非常多可能一些鉤連的這個部分 那這要怎麼脫鉤 這個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裡面 會有不太一樣的這個做法 那尤其是美國企業怎麼去投資中國 其實川普未來是幾乎是 完全會不能夠要求美國的企業 去投資中國的部分 所以美國跟中國的科技會更加的切開 這可能是未來川普當選之後 會出現一個格局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現在很重視的 AI產業的發展 事實上拜登呢 對AI產業的發展是蠻重視 但是川普也蠻重視的 特別是他所提名的這個范絲 他其實是在創投業的時候 他做過所謂的虛擬貨幣 所以他其實對高科技業是相當的理解 所以我認為說川普上台之後 對高科技產業應該不會有太不好的影響 但是他比較唯一的變數就是 他對於中國產業的更加遏制 這個可能會影響到台灣 或是影響到美國的科技產業的發展 這個可能是接下來我們要留意的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說其實很多人都一直講到 就是說很擔心說川普當選的時候 股市會下跌股市會怎麼樣 但是我跟他講我們釣出 過去川普就任時代的時候的 這個美股的表現 川普是在2016年的11月當選 那那時候的美股的稻窮的話 大概是在1萬8千多點的這個位置 那川普就職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美股已經來到約莫市 2萬點這個稻窮指數 然後一直到了他卸任的時候 其實已經快要到了3萬點 他舊子的這4年中間 美股大概漲了4成多快5成 其實他股市一直在往上漲 即使是在貿易戰開打 或是說後來經歷了COVID-19之後 其實股市還是往上衝的 所以大家在內內之後 大家知道說他其實寫最多 Twitter的最多的是什麼 是說你看美股又創新高了 Mamerican Great Again 所以你看事實上他所就任的過程裡面 美股市往上衝的一個狀況 但是你看在中美貿易戰開打的時候 其實影響最大的是 台灣香港還有中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在貿易戰開打 當時的台灣的加權指數 台灣當時還在9000點 你看在貿易戰開打之前的 台灣的加權指數 其實是呈現一個 橫盤震盪的一個格局 但是你看 貿易戰開打沒多久 又遇到COVID-19之後 你看台股市一路 就開始往上衝了 從這個約莫1萬點左右的位置 就衝到目前為止24000點 所以事實上 台灣是整個中美貿易大戰之後 最大的贏家 另外一個我們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香港股市 貿易戰開打的時候 香港股市當時還在 27000點左右的位置 現在已經跌到約莫是17000點 這跌幅是相當相當大的 另外一個再看中國股市 以上證指數來看的話 他在這個貿易戰開打的時候 大概約莫是3000點 現在也大概3000點 所以也就是說 中美貿易戰開打到現在為止來說的話 台灣股市是漲了好幾倍 那美國股市也是往上衝的 那中國股市跟香港股市 其實是停滯不前的一個狀態 就甚至還往下跌 在未來的格局裡面 我覺得大概也是這樣 如果假設川普在啟動新一波的貿易大戰的時候 其實台灣應該會受惠 另外一個就是值得留意的 就是包括日本 包括印度 包括越南 這些國家可能因為貿易大戰繼續開打 還有墨西哥這幾個國家都會受惠 另外一個科技大戰開打之後 台灣的科技產業會在美國的陣營裡面 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那尤其是美國對於中國的科技的 新一輪的意志裡面來說 台灣一定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這一次這一輪的科技意志裡面 可能會對台灣的產業 或是這個經濟會出現略微不同的衝擊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提前因應 但是大致來講的話 對股市或是對台灣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不會是壞事 所以我認為大家也不用太過擔心說 假設川普當選之後 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我認為還是往好的方面去發展 對台股本身來講的話 台灣的科技產業只會越來越重要 而不是受到出事的一個情形 那就是我對川普 未來可能當選的看法的一些 基本的解析 那如果有更新的發展 或是有更新的一些 相關的投資訊息的話 我們在隨時為大家更新 那以上就是本週的節目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